欢迎收看东网视频,我是钟慧盈 90年代有首粤语流行曲当中有两句歌词是这样的 欲望就是一种虚空的苦痛,由他虚空 欲念就是一种不适的失控,由他失踪 如果将欲望、欲念改成病毒 在新冠肺炎肆虐下的今日 或者都是不少人求神拜佛的心声和愿望 继有教堂员工确诊新冠肺炎之后 不过一间佛堂多个善讯亦都相计确诊 今日再有消息说再多一个女善讯确诊 令到与佛堂有关的个案增加到13宗 卫生防护中心日前就说 卫生署在佛堂发现洗手间的水龙头手柄 贵箭和经书样本都对新冠肺炎病毒呈阳性 病毒已经活在三千大千世界,敲响桑中 话说北角这间佛堂为处商住两用大厦 除了住户之外 平时有不少外人出出入入 当然有人会说 香港很多楼都是这样的 又或者说 动楼阿爷住那个年代已经是商住了 是啊,官都是这样想的 但如果一边这样想,一边又搞活化工下计划 那就令人矛盾了一点 政府十年前提出容许十五年以上旧工下的业主 免保地价将整栋工下改装活化 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用途 计划搞了五年就盖了旗 林郑前年在施政报告说要重启工下活化 说要提供过度性房屋 不过不理是搞离比文化、创意用还是住人 通通都是讲究天下无敌 事但做得点一饭都叫为民利民 但容官就是有本事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幸好事法佛堂为处低层 否则真的不敢想像 好像洗手间那些病毒 会不会好像青衣、长康村、康美楼那样 随水下流呢? 其实佛堂每次二、三十人出入 兼备来自不同地区 拜佛连帽都要脱下,以示前径 照计善信无理由反而会戴着口罩 有些善信还五体投地地拜拜 季战发现病毒真是绝不为奇 期望港官经一事、长一致 今次防疫,随随随随随都算了 以前缺乏高瞻、远足也不要紧了 最好今后可以展现真是好打得的一面 透过政策吸引这类人流多的场所而施工下 不要等到有住客中招了才会醒醒 反正香港大把空置工下 不知丢空来做什么?加以善用都很应该 再说,拜佛的都不方是年轻女多 多数都是两元搭车的老友 间接又带揭行走工业村的六车车 增加客源 一炮几响,窄披苍生 若然继续搅迷双手等运到 任得病毒有这么多机会走入尋常百姓家 那真是要听一句 废官不入地獄,谁入地獄呀? 今集讲到这里,多谢收看